盘点将夜前四十高手排名 第38名崔老太爷 实力武境上级别 清禾郡汝阳崔氏 族长崔石的父亲 知名境巅峰实力 早年间在长安城里做过大学士 和一任宰相 荣修时被赐太师 因为书院的缘故 崔老太爷一生隐忍低调 把自己的修行境界当成秘密 保守到百岁之后 陶山光明记 宁缺利用本命关系 豪夺雄出没的天启神通 在一剑射爆数十名知名镜的强者后 宁缺拉弓指向清禾郡方向 此前宁缺和王景略有过约定 就是王景略以己为诱饵 让清禾郡催世的老太爷 释放出全部实力 这样宁缺就可以用原石三剑 做到远程狙杀 但王景略终究只是知名以下的实力 就连一名知名镜强者的 全部实力都逼不出 于是君墨携手七十姐木佑 来到清禾郡催元 崔老太爷看着断臂的君墨说道 如果是从前 我想来是没有勇气与二先生战的 但现在你断了一臂重伤未遇 如何是我的对手 君墨知道他对局势的判断是正确的 如果是以前他单人执铁剑 便能将园中的敌人尽数杀死 而现在他甚至不见得是此人的对手 君墨什么都没有做 他只是向前走了一步 崔老太爷神情咒宁 虽然世人皆知君墨断臂重伤 境界不复当年 但他毕竟叫君墨 于是崔老太爷的气息猛然提升 直至知命巅峰 他看着君墨微笑说道 是不是有些意外 君墨看着他说道 我意外于你的愚蠢 而后狂风乍起 赴春江水乱 一剑子南方来 崔老太爷脸色骤然苍白 他被宁缺射来的原石三剑 射成无数碎片 参考断臂的君墨自认为 不见得是其对手 又因为他明确拥有知命巅峰实力 故而将其放在第38位 盘点将夜前40高手排名 第37名乐部实力武境上级别 金仗王庭的武道第一高手 金仗王庭的大将 原文说他一身筋骨被锤炼的 有若铜铁 举手投足间便地动山摇 单以力量修为论 当今世间难觅敌手 他曾经在北疆上 与唐国大将军徐迟交战 竟能平分秋色 除非夏侯父生唐清智 否则很难找到人振服他 武道巅峰的境界 曾在桃山光明记中 有两次短暂出手 第一次是与刚入知命境界的 唐小唐交手 两人相互用力 肉体正面撞击 乐部虽然占据场面优势 但却不愿意涉险跟唐小唐拼命 算是被唐小唐那股 不怕死的拼命劲所震慑到 第二次是南海大神官赵南海 携南海猪人来到桃山光明记 乐部出手一拳砸向南海猪人 而后南海猪人中排名第六的男子 用拳头接下乐部的铁拳 南海男子退了一步 乐部则是身形微微摇晃 此战中乐部的表现 无疑要略高于南海男子 赵南海评价 难怪能与唐国对峙多年 果然了得 后来徐迟灭金帐王庭一战 乐部身受重伤 估计乐部也在此战中丧生 和崔老太爷同样都属于 没有什么牌面的知命巅峰高手 第36名徐迟 实力武境上级别 唐国四大王将之一 北大营的主帅 性格沉稳低调 防守天下无双 境界同样是武道巅峰 徐迟统帅唐国北大营 防御草原王庭的侵扰 是唐国在北方的屏障 原文说 徐迟能跟金帐王庭的 武道第一高手乐部 打得有来有回 后来徐迟在书院的配合之下 一战成功 把金帐王庭团灭 徐迟几乎没有什么正面交手记录 但参考乐部突破不了他的防御 原文又说 乐部与徐迟平分秋色 除非夏侯附生 唐亲至 否则很难找到人振服他 因此徐迟与乐部 遭深刻绑定 值得一提的是 徐迟是唐王朝中 少有不站队 只忠于大唐皇帝李仲义的人 盘点江夜前40高手排名 第35名 荒人大元老 实力武进上级别 荒人最高领袖 境界猜测是知命巅峰 擅长精神力 荒人因为收留明王之女桑桑 而受到举世征伐 荒原一战的最后时刻 荒人大元老看到荒人战士服侍遍地 于是发动精神力进行攻击 西陵年军顿时死伤惨重 面对荒人大元老的呐喊诵经 西陵天狱大神官脸上的皱纹也越来越深 深刻的仿佛要刻进他的脸颊 血肉 甚至是骨骼 而后天狱大神官四周七名 红衣神官 面容突然枯搞 黑发皱成白血 瞬间苍老了数百岁 并死去 另一边 荒人大元老也缓缓闭上眼睛 然后向后倒下 原文说 大元老的精神力非常强大 教诸西陵神殿如今精神力最强大的天狱大神官 依然有极微小的差距 所以最终的结局是他死去 天狱大神官消耗掉了七名红衣神官的兽员 才获得了胜利 而荒人大元老直到死亡 也没有利用任何一名荒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却不知究竟是谁更加强大 参考原文说 唐氏荒人第一高手 因此 大元老排名稍后 第三十四名天狱大神官 实力武境上级别 西陵天狱神殿的最高首领 主要执掌灵听浩天的神职 境界为知命巅峰 与叶红瑜较为亲近 与李青山一样擅长预测未来 叶红瑜离开西陵时 天狱看到了叶红瑜未来会杀死裁决大神官 并登上裁决神座 后来他入长安看了桑桑一眼 这一眼看得眼眶欲裂 几乎快把自己看瞎了 不过他确定三年之后 在西陵看到了光明 这些后来都一一实现 举世灭荒原一战 荒人大元老用精神力攻击西陵联军 最后是天狱大神官站了出来 牺牲七名红衣神官 耗死荒人大元老 倾下之战 天狱大神官被大师兄李漫漫 用夫子的木棍当头一胖 而后道心尽失返回神殿 再看到浩天回到桃山后不久就死了 因为原文说 荒人大元老精神力叫天狱 有极微小的差距 故而天狱的排名在大元老之上 还 важ气万是一分咐一样了 城柜洞小的以后 带 在